大家好 现在是23点10分 9月25号周五 再有50分钟 就到了9月26号了 这个好玩的信息真多 这哥们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他说918在揪住日本 已然没有任何警醒和暗示的意义了 真正的国耻是永不公开的官员财产 无法保障的食药 食品和药物造假和特供专享 居高不下的房价和药价 神秘莫测的锐银存款 一辈子也没见过一张选票 是这哥们说的 你看他说的这几件事 真正的国耻 是吧 918日本侵略 炮击 强占沈阳 这肯定日本的问题 是吧 但是关东军怎么来的东北 是日俄战争来的 帮你打仗 对吧 帮你打仗 人家图什么呢 总得有点图吧 无力不起早啊 对不对 给点利益 稍微给点土地 也就这样 当时的清朝 对于失去点土地 对于赔外国点钱 他已经说白了 叫什么 债多了不愁 狮子多了不咬了 他不在乎了 但是你让他整个把东北给俄罗斯 他肯定不干 这就叫权衡利弊 对吧 两利相权 则其重 两害相权 则其轻 对不对 还有这个 你看他说这国耻啊 我刚才说的918的背景啊 简单说一下 国耻第一 永不公开的官员财产 有那么难吗 现在对老百姓都刷脸了 对吧 你老百姓各种信息都知道 为什么官员不公开呢 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 你要不然你别从政 你从政你就得公开财产 这个没得说 对不对 除非你心里有鬼 而且也有一些人大代表 像上海的上海复旦的一个地理学的教授 叫葛镇雄 叫葛什么 我忘了他名字了 一个上海的葛教授 他就提过类似的要求啊 他人大代表 不知道现在还让不让他当了啊 这个完全正当的呀 对不对 在北京 张宝成 他们那帮人 五六个人 在那个中关村地铁站 在西单那个文化广场 两三次吧 都举牌 举横幅 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呀 他们是许志勇的那个新公民运动的 那里边的朋友啊 对不对 这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个女的跟他们在一块 叫侯心 是吧 当然有人说侯心不是真正的 是是卧底之类的啊 说他 他说他有心脏病 后来说就没把他怎么着 那几个人都判了 是吧 当然我们不知道 侯心我也没见过他啊 但是原来跟他在同一个聊天平台上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反正对他的评价是两极 他也想跟那个 就是什么 鲍童啊 什么姚坚富啊 就是那些人啊 什么那个高瑜 他想跟他们混 但是那批人对他不太感冒啊 所以对他的评价是两极 后来他也生病了 有一天在家 突然间就 也是喜欢跟人聊天 聊着聊着就辩论起来 辩论起来就 就容易着急上火了 就突然间就歪倒了 后来他老公 因为他们分房住 老公早上天就上班去了 他有时候聊天 整宿的聊 后来耽误了 后来给送到301医院抢救 这两年恢复了 原来也经常在微信群什么的 做讲座什么的 猴心 有的人就说他好 有的人就说他不好 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还有美国的朋友 给他捐款 在一个微信群 就给他捐了十几万呢 当然他生病了 还是值得同情啊 这扯的有点远啊 就是官员的财产 就应该公开 这有什么说的呀 要不然你别当官 你别当公务员 就这么简单 现在他们有的说 说党内要求 必须把你的财产进行登记 你党内 党内不代表社会 党内和社会不是一回事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跟我们没多大关系 我们又不是党员 对不对 我们能看到这些资料吗 我们看不到 你党内公开 跟我们没关系 对不对 是我们老百姓 我们是民众 我们是这国家的主人 你们不是说 你们是人民公仆吗 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 现在我们要求你们 我们就怀疑你们 我们就不信任你们 能不能看 给不给看 不给看 你们就心里有鬼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这就叫一翻两瞪眼 在这件事上 只有唯一的标准 别打马虎眼 我们党内公开了 你党内我们能看吗 对吧 你们党内的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看 你都可能抓我们 你说泄露国家机密 我们有办法吗 对不对啊 所以别玩这种招 谁比谁傻多少 差不了一两分钟 该公开就公开 对吧 你就直接说 我想执政 我想为人民服务 我想当公务员 那你就得符合人民的期待 就这么简单 对吧 还有说 无法保证的食品药品造假 这个还用说吗 我在食品行业干了多少年啊 很多厂家 即便是大厂家 有名的厂家 在行业有影响力的 都经常出现质量问题 药品更别说 什么那个 拿那个鞋底子 拿那个什么塑料 做的什么 那个叫什么 胶囊 那不都发生过吗 河北还是山东 那个到制药厂去查的时候 他们把大楼都点了 为什么点了 消灭罪证啊 把账本都销毁了 对吧 还有什么往这个地下 山东河北河南 一带那个化工厂 往地下排污 为什么那么多癌症村啊 整个淮河 中国第三大河全污染了 长江没被污染吗 那个16年吧 16年春节 我跟我爱人 扬州 镇江 玩一圈 那镇江 长江二人边 全是化工厂 对不对啊 还说什么特供专享 这更别说了 那东华门是54号 多少号 那特供处 那个有一个朱经理 他儿子就是我哥的朋友嘛 我都见过 对不对 这肯定的 不用说 居高不下的房价和药价 前一段说什么 在国外200块钱的打一个打一针 就是那种罕见病 说中国要70万 200块钱的要70万 疯了吗 是吧 这都是人干的事吗 这不是畜生吗 还有变幻莫测的锐银存款 瑞士银行啊 对吧 瑞士银行那些都是大贪官啊 对吧 中国的贪官 什么扎伊尔的贪官 柬埔寨的 全是这些落后国家的 对不对啊 还一辈子没见过一张选票 这个说的不是事实 我见过一张 1990年 我在那个蓝星公司 赵紫阳的儿子 华阳公司 我们挂靠在他下面 我们投了一张票 在黄国园 西城区和海淀区交界 干家口黄国园社区 到哪投的票啊 到机界工业信息研究院 它是分两块 它是在黄国园这有一片 然后它主体部分 是在那个百元庄大街上 我们到黄国园投票 三个人让我们选两个 都说了 前两个你们划钩 别的甭管 对吧 其实那投票瞎掰 应该是按照你的户籍所在地 你去投票 你看台湾每次投票 大量的人从台北 从北部要回高雄 对吧 回南部 因为北部经济发达 在北部就业 户籍是南部的 高雄的 台南的 为什么不能就近投票啊 你是哪的 就是哪的 对吧 你像我我户口是东城的 结果让我投西城区的票 这不是瞎扯吗 对不对 好了就聊这一段 谢谢 谢谢